你好欢迎收看8月17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台东县代烧南投县垃圾争议 引发了各界的关注 而台东县府也将议案送交到台东县议会临时会中讨论 台东县议会17号召开临时会的程序委员会 经程序委员的讨论之后 将代烧垃圾的议案退回台东县政府 不纳入本次临时会的讨论 而县府也发新闻稿回应表达议会的决议 受到台东乡亲关注的代烧南投县垃圾案 台东县政府将议案提送到台东县议会临时会 17号召开临时会前的程序委员会时 程序委员炮声隆隆 台东县议院第20届第一次致致临时会的程序委员会 知庆委员已经后办我们请指引先好开会 南投透过环保署然后来提出公文 请求台东县的这个部分的协助 那按照指示其实我们也必须要 经过那个提议会的同意才可以 是不是进到大会去做讨论 那在县府跟环保署这边 绝对都会尊重议会这边的决定来做办理 那你既然都已经公开了 所以我们只烧自己垃圾 现在拿台友这个道理 给推给一个议会来高度争议的一个讨论 这不是本末导致又开始 延续到十几年前的仇恨又开始顾客来吗 暂时一个反对的不是又利益上的一个纠葛在那边纠缠吗 陈许先请各位同仁 故意把这个案件直接第二号 环保署第二号案件直接退回 经过程序委员充分讨论之后 决议将带烧垃圾的议案退回台东县政府 不纳入本次的临时会中讨论 台东县政府随后也发出新闻稿表示 将会尊重议会的决议 目前仅处理台东县的垃圾 而不会为外县市来带烧垃圾 记得潘俊瑋台东市报道